咱们继续录制03碗的外形路径 首先,这个碗,咱们把这个尺寸都标注好之后 打开正交,标注好之后,把多余的线段减去 大写的情况下,T2两次回车 多余的线,咱现在不要,然后偏制,偏制一毫米 就是说咱们的线,每次加工的深度都是一毫米 这样的话,刀片加工的吃到量不是太大 而且咱们的刀具磨损不是太大,然后速度还能更快一些 并不是加工的距离越大,速度越快 这样的话,看着图表,图线比较多 咱们T2两次回车,减切 打到大写之后,T2两次回车 把多余的线先减切一下 然后继续描编就可以 T2两次回车的功能 只要是修剪多余的线段 还有一个就是按住seft 点这个线,它可以延伸 这个功能咱现在不需要 现在就开始做路径 做路径的时候,咱们还是采用多线段 多线段的功能是比较强大的 换一个颜色 选择多线段 选择一个绿色 看绿色效果,绿色可以 不要走到最外边的尺寸 那是咱经加工的尺寸 就把咱现在需要加工的这个边描出来 走到这个位置就可以 1毫米它这个赤道量已经很小了 所以这样的话速度反倒放得可以更快一些 修的时候可以稍微慢一点 晕现比较多,看的时候比较晕 迟寸要小,它就越好修了 哦,现在走错了 走错了,走错的时候 大下的U 回车 让它回退一下 又有错了 又有错了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有一个选择了 因为咱们要的是下边一段 我标注一下 图形标注一下 因为咱们要的是这一个位置 所以呢 上面这个位置 上面这个位置 咱们就可以不需要经加工了 所以咱们主要是描红色的这个区域里边 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大下的U回车 咱就可以让它在这个位置 读取到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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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超过一点咱们的线 然后描过来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把这个线稍微修改一下 这样的话把这个线稍微修改一下 现在这线老多 咱怎么用呢 选择一整根 选择一整根 这个线才是咱们需要的 移动 移动出来之后 这个多余的线 咱们就可以delete删除了 不要了 然后 输入UCS UCS 然后 世界坐标 回车 找到起导点 找到之后 它这个 鼠标的右键取消 这样的话这个路径就做好了 咱们再另存维一下 存一个名称是咱们需要的 0030 0030 0030 这样的话 这个图形的外尺寸就做出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